831题 这个题它全句化线 而且很长 碰到这种全化线的考题 不用紧张 这种题其实反而更好做 因为它化线部分越长 它会出现的变化 通常就越在框架形的里面 因为你想 它全句 包括主句 从句全化线了 它只变一个词 没必要全化线 对吧 它所以肯定变化点更多 而且因为全化线 所以变的点更多 会在大的框架结构上 所以这样的考题 通常你把那个框架结构搞清楚 这个题基本就搞定了 它很少会在全化线题里面考你细节 很少 咱们看看这个题 这个题上来 主语应该是roads 就是飞行线路 动作是被用 身后其实是宾语 就是被 什么用呢 是被两到三个每天的plan飞机来用 意思是说这个线路其实很少用了 后面but 但是是一个并的连词 身后是一个文章的句子 表示前半句跟后半句是一个准则关系 然后it was found by 咱们看到代词之后 一定要建立一个习惯 我们可以优先去确定一个代词 在语境中到底指代谁 it一定会指代一个单数名词 当然了 有的时候 这个it可能会是形式主语或者强调句 但是形式主语跟强调句会有自己各种各样的句型 咱们大概说一下 如果是强调句的话 比如说it is 我换一个结构吧 我们说强调句 所谓强调句 他会这样干 他说it is 想明 who eats lunch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强调句 这时候的it是没有改变 它也不是代词 它只是一个可以算结构吧 它并不是代词 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所谓强调句啊 特点是你把it is跟那个who或者that去掉 它是完全不影响这句话的语序 包括语法结构 包括意思的 比如你看 这时候去掉他们三个 它的句子变成小名 its lunch 这是完全正确的 不管是语序还是语意 都是很合适的 对吧 但凡满足这个条件的叫做强调句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情况呢 我们可能会使用它是形式主语 或者形式编语 这也是有可能一个意思 咱们以形式主语为例 所谓形式主语 顾名思义 它就是一个站位服 英文叫placeholder 意思说我只站那个位置上 本身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更不会指来任何东西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it is clear clear that we are healthy 这个很明显 就是一个形式主语 做盗装 本身的话 正确语序应该是 that we are healthy 这件事 is clear 这是一个主语从句 因为我如果坚持这么放主语从句的话 会显得主句的主语特别长 那为了保证这个句子不要头重脚轻 所以它用it表示形式主语 又比如说 make it possible to eat lunch 这句话意思是说 让吃午饭变得可能 这个it叫形式编语 因为它放置是编语位置 它是形式编语 它其实指的本身应该是 make to eat lunch possible 之所以用it也是因为它本身的编语太长了 如果你就往前放的话 会让我们先看不到这个宾母了 以为这个宾母就没有 很容易看乱 所以做了一个算式倒装 算用倒装 这么来用 所以除掉这两种的it 你不用考虑之外 其他的代词 当你看到之后 都应该先去确定它的指的对象 来保证这句话的意思是完整的 咱们看看这个题 题目中首先这个it 它很明显不是形式主语 因为身后也没有什么从句给它去用 另外也不可能前端句 因为也没有什么戴词或者户证句型 所以这个it一定是一个纯粹的单数代词 你要找一个单数代词来去指代 当然了代词并不一定非要往前指 它不一定非指前面这句话 可以往后指 只要是语境中逻辑上合理的都可以指 但这里面其实谁都不合理 因为它是研究发现的对象 对吧 后面这个to be这一对其实是宾母了 应该是说这个study found it to be both 这一对对吧 这里面的意思是没有任何可以指的 不管谁都不太合适 后面那个bose visible on s will s desirable 这里面肯定是语法错误 因为bose这个结构 它是个平行的触发语 应该是bose a and b 这个and是不能和s will s 去替换的 如果and是一个普通连词 我们可以去跟它做一些替换 但是如果and放了这种固定的结构里面 bose and 对吧 这种结构里面是绝对不能再做替换了 所以这可能也是不对 这是语法错 后面的是状语了 说如果这些rows被open怎样 所以这个a选项犯了语法错误 肯定不对 a就干掉了 咱们看b b的话开头这一堆 到以前是过去分词短语 放这可以当伴随 可以当定语 那它在这里面 不管是伴随还是定语 这个used by的主语 一定是它所修实这话的主语 对吧 那这里面如2b这么写的话 就是研究 对吧 就是研究被两到三个飞机每天去用 这一块呢 你看到这个主题就不对了 因为不能是研究被飞机用吧 肯定应该是飞机用那个路途嘛 是吧 当然后面的这个主句还行 研究动作是发现 发现身后 这回不是eat了 对吧 它发现了一件事 这个是比较合适的 但这个eat呢 依然出现了一个 没法去指一个单数名字 这个现象 所以这个怎么说 这个b也不对 咱们再看 再看c c的话呢 主语是研究 动作呢 是finding it to be 这是一个伴随 对吧 但凡你看到的 这个逗号加度影 加个现在分次端语都是败随 后面定义丛句 wish怎么样 然后to可能又是个状语或者怎样 但不管是什么 你会发现c里面是找不到主句的 连主句的动作都没有 所以c肯定不可能对 对吧 这不对 再看4d 第alnow是状语从句 alnow里面主语是roads 是这个路途 动作是被用 被两个三个回忆用 后面主句 主语是研究 动作是发现 并有件事 发现什么事呢 并有从句 事里面是说 opening those roads to这是一个动名词短语 当主语 对吧 这是一件事当主语 是动名词短语 之所以要动名词 是因为它整个 因为只是一个名词 做主语的 是一个名词成分了 但是它依然保留了 open这个 是一个动作的属性 你看这些roads 依然做open的编语 对吧 它是一个动名词 咱们好像在第一题里面 819就讲过这个 类型情况 就动名词当主语 比如我们可以 举个简单例子 说playing the guitar makes me happy 这里面的playing the guitar 很明显是一个 动名词当主语 表示弹吉他这件事 它做make的主语 也是一个事当主语 只不过这里面 是一个动名词的形式来做的 那之所以动名词 是因为它还保留了动作的属性 因为这个the guitar 纯粹做了play的一个对象 是宾语又放在这个名词后面了 就说要动名词短语 这没问题 open这个事 是mose visible and desirable 这没问题 所以d可以保留 再看e e的话前面是with air traffic rolls used by 这个从动画开始 这个部分可以算作是一个独立主格结构 这是可以的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独立主格结构 它相当于是一个简化过的状语从句 这里面咱们稍微说一下 我们知道这个伴随是一个简化状语从句 你比如说a做了b although a做了b 然后后面说a也做了c 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把它 把这个状语从句简化 我可以简化成doing b 逗号a做了c 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东西叫做伴随 伴随这样语虽然很好 但是有个特点 它要求你必须要保证这个从句的主语 跟他所修饰这句话 他的主句的主语都得一样 而如果当这个状语从句的主语 跟主句不一样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能形成一个叫独立主格的简化了 什么意思啊 比如我们说 although a做了b 然后逗号c做了d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状语从句里面 他的主语跟主句主语完全不一样 那怎么办 很简单 它可以变成一个独立主格 怎么变 连次去掉 a不能动 因为如果你动a的话后面没有了 刚才你伴随能去 是因为你后面还有这个a 所以能知道 但你这时候 因为本身状语从的主语跟主句不一样 后面是c了 如果你再去主语 肯定就看不着了 没有了 所以a得保留 保留之后 这个词依然根据他的主动换成doin 被动换成过去分子 后面c6d 所以形成这种结构 一个名词 加上一个分子短语的叫做独立主格 性质跟伴随是一样的 都是说 一得保证跟主句近乎同时发生 二的话是状语关系 那两句话可以替代任何状语的联系 什么让步 因果条件 只要状语从具能干的 这个堆主格也都能干 如果你想给堆主格再填一个借词放在前面 可以填with 只能填这唯一的一个词 就是你要想填东西 可以填 在独立主格里面只能填这个with 其他的都不能加 你不能加什么outlow不行 印也不行 一定是with 所以你看到那个with 加上名词加分词的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都看作是一个独立主格结构 这个with是可以补可以不补 要看你这个写作者的心情 可加可不加 但是如果你加只能加with 咱们看完这个题 这个题里面 with这个词 加了一个ros这个名词 后面加了一个过去分词短语 那很明显就像是一个独立主格结构吧 with名词后面加分词 本来应该是一个状语从具 是outlow这样的剧情呗 就是虽然说这个ros被用没问题 后面的主语 opening theros 做这一堆 这是一个主语吧 也是一样动名词短语当中语 未动词是被发现 编语是被这个研究发现 很明显 这块的问题 其实你看跟D是不一样的 D是说研究发现一个事儿 这个事儿的主要核心是这个动作这一块 就是说我开放这些路途是好的 这是我一件事儿被发现了 而E里面呢 你被发现的就只有这个opening这个事儿了 它是一个主语 是opening被发现 意思是说我发现的不是说opening好还是坏 我发现的是开放路途这件事儿 这个是不对的 跟上文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要想转折或让步 肯定是说 虽然呢 现在的这个路途啊 只被两三个飞机来用 第一天啊 但是呢 新的研究发现 这条路啊特别好 对吧 这个是可以的 一定是发现的核心 这条路特别好 而不是发现 开放路这件事情 对吧 你开放路是不值得发现的 在这个题里面啊 你发现的一定是 开放这个路是更有益处的 跟前半句更能形成这个让步的关系啊 所以E选项 它是这个关系不对 发现的对象 不应该是opening这件事儿 而应该是 opening这件事儿是好的是坏的啊 对这个事儿做评价 而不是opening本身 所以E肯定不对啊 这是一道考你这个 放的一个对象的问题的选项 好 整个考题呢 还是那道理 长度很长 但是难度很低 你把成分理清楚了 很容易把题目答对